看完《万里归图》之后,这绝对是张艺演员生涯的风神之作。 他在影片中饰演的资深外交关宗大伟, 将酸、甜、苦、辣、闲着人生五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入股三分。 酸,是他到奴米亚这趟,明明只是来送文件的, 因为将座位让给了一位台湾乘客,对破留了下来, 结果连自己女儿的出生都没有赶上。 甜,是他远隔万里,在电话里听到女儿的声音时, 那种由心底里获得的欢喜。 这种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亲人的思念, 一直支撑着他,不抛弃,不放弃,活下去。 苦,是他找到一百多名同胞后, 不得不隐瞒与大使馆失去联系的事实,自己躺下来。 当他带着这支队伍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进时, 不光被成狼指责,还被少数同胞不信任。 那,是他与叛军首领玩左轮手枪轮盘游戏, 真相真的是太讽刺了。 当他在用生命做赌注,换取另一个生命时, 那烧心的恐惧,只需一点代入感都能令人抓狂。 闲,是他一路流下来的泪水。 张宁的死,司机的死,那种强烈的责任感与无力感交织起来, 让他痛苦不已。 从演员表来看,《万里归途》的领衔主演有三位, 张义、王俊凯和樱桃。 时事求是的说,有了张义的全方位大爆发, 王俊凯和樱桃的光芒被掩盖了不少。 王俊凯饰演的是外交部领保中心的新人。 他继承了由吴京客串的他父亲的气质, 是个非常勇敢的青年,唯一欠缺的就是经验。 樱桃饰演的是驻外企业的总经理。 战争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 她的能力根本无法全面施展出来。 除了以上三位主演之外, 影片中还聚集了好几位大腕。 其中,饰演驻外大使的李雪剑, 是电影家协会主席。 他在影片中的那一段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的讲话, 相信只要听过的人, 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决心与深情。 程泰深饰演的是大使馆政务参赞严行舟, 妥妥的老戏骨。 奴米亚爆发战乱之后, 她没有第一时间撤离。 善后的过程中, 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一丝丝的退缩和软弱。 万茜饰演的是宗大伟的夫人陈月, 从准妈妈到妈妈, 她一个人承受了太多。 她明明知道宗大伟在哪里, 正经历着什么, 她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的懂事, 太让人心痛了。 李晨饰演的是 驻奴米亚邻国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杨斌。 她出场的镜头很少, 不过她与宗大伟很像,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懂得苦中作乐。 王迅饰演的是 驻外企业的一名员工刘明辉, 是一个很会来世的同胞。 因为她的任性, 让宗大伟和白化等人一度陷入绝境, 也间接害死了司机, 真的太讨厌了。 陈浩宇饰演的是 白化的助理钟冉冉, 一个稍懂医术的奇女子。 她在队伍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她, 估计那些重伤的病号 很难活着回家。 相信只要看了电影的朋友, 都会发现 以上对于主要演员的介绍, 少了一位。 这位就是张子贤饰演的 外交部驻奴米亚大使馆 一等秘书张宁。 为何要单独将她提出来讲呢? 因为张子贤的表现 太令人震撼了。 她从出场到下线, 装能看了手表, 不到半个小时, 也就是整部影片的 四分之一不到。 但她的每一帧画面 都张力十足, 张宁其实才是 整部电影的剧情核心, 甚至比张艺的作用更重要。 说起来, 张子贤真是一个 大气晚成的宝藏演员。 在电视剧方面, 2017年, 她出演了 《神探敌人劫寺》中的 一个异族, 自那之后, 她的演艺事业 就迎来小高潮。 网剧《我叫黄国胜》中, 她作为主演, 出演了黄国胜一角, 获得了一致好评。 《动物管理局》中, 她出演了 《刘国栋一角》, 《平凡的荣耀》中, 她饰演的金雨鸣 与赵又廷和白敬廷 搭档得非常成功。 还有《叛逆者》中, 她饰演了王世安 与王志文演对手戏, 毫不示弱。 电影方面, 张子贤的角色虽然很低调, 但参演的几乎都是爆款大片。 后来的《我们》中, 她出演了《合租屋邻居》, 《我不是要神》中, 她饰演的是赵律师。 《流浪地球》中, 她饰演的是黄国胜。 《受益人》中, 她与大鹏、柳岩合作, 主演了《中正江一角》, 还有《世神令》中的《奄奄乐》, 《我要我们在一起》中的方公头, 《大赢家》中的老瑶。 总而言之, 张子贤能够在《万里归途》中, 如此出色地发挥, 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她 作为张宁在电影中的故事。 张宁的乐观超乎想象。 宗大伟和成朗乘坐的专机 刚到奴米亚, 张宁就笑嘻嘻地上前欢迎他们。 从张宁的表情和言语来看, 完全感受不到此时的奴米亚 正在发生战乱。 她那没心没肺的乐观, 不知道是她故作轻松, 还是真不害怕。 随后宗大伟、 成朗、 严行周、 张宁一起驱车前往大使馆。 一路上, 宗大伟的情绪非常不高, 严行周一脸严肃, 成朗拿着录像机一脸的好奇。 而张宁呢? 他就是负责调节氛围的人。 在当时不安的背景下, 这真是太重要了。 成朗录像被盘查的士兵发现, 将他们一行人带到了警察局。 宗大伟发现外面不对, 不顾严行周的反对, 要交罚款快速离开, 张宁表示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 张宁是一个非常懂得因地制宜的人, 也很懂得当地的规矩。 回到大使馆, 严行周安排工作, 要张宁带着司机去很远的地方接人, 并打通撤离通道。 对此, 张宁没有丝毫犹豫, 坦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此行的危险程度, 宗大伟很是清楚, 所以他没有答应去, 甚至在成朗主动请因后, 让成朗也不要去。 晚上, 张宁请宗大伟和成朗吃火锅。 吃饭时, 听他们的谈话, 才发现樱桃饰演的白话, 是张宁的老婆。 而且, 张宁与白话还有一个女儿。 看了张宁女儿的照片, 很明显这就是当地的一个小姑娘, 可张宁还说, 女儿与自己越长越像了。 刚开始, 就把这个当成笑话, 看电影的时候, 还笑了。 吃完饭后, 他们走到街边, 张宁将自己的护身扶送给了宗大伟, 祝贺他的孩子即将出生。 没想到的是护身扶刚送出去, 街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很不幸, 张宁就在这场冲突中, 脖子不幸中枪, 倒下后就没再醒来。 张宁的死, 极大的刺激了宗大伟和成朗。 第二天一早, 宗大伟接下了张宁的工作, 带着成朗和司机去接白话那批同胞去了。 张宁的作用还在继续。 宗大伟和成朗带着一大批同胞, 赶到了某个口岸。 但由于其中有一大批同胞的护照丢失了, 加上这个口岸的边境官非常较真, 这就让宗大伟和成朗吃尽了苦头。 他们想了许多的办法, 都无法让边境官松口。 直到宗大伟听边境官说起了张宁, 原来边境官与张宁是老熟人。 宗大伟告诉边境官, 张宁已经死在了这场战乱中。 边境官对此很难过, 这才答应了宗大伟他们的请求。 看到这里, 观众可能就会想念死去的张宁。 倘若来执行这趟任务的是张宁, 那么他会很快解决问题, 不会耽误那么长的时间。 这样一来, 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解救白话他们。 由此, 剧情的发展就会完全不一样。 宗大伟为张宁留下来。 宗大伟本来已经走到了大巴车前,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因为张宁的夫人白话还没有消息, 如果他现在走了, 倘若白话出事, 那么他这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 后续剧情证明, 宗大伟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白话带领的这对同胞, 此时的处境真的很危险。 倘若没有宗大伟和成郎赶来给他们信心, 带他们突出重围, 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最后, 白话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 一个不少地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当飞机飞到喜马拉雅山脉的上空时, 广播突然响起, 飞机已经进入中国领空, 欢迎大家回到祖国的怀抱。 此时, 大家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唯有白话, 神情充满了忧伤, 因为在他的怀中, 正抱着张宁的骨灰盒。 他和他们的女儿都活着回家了, 这要多亏了张宁。 张宁尽管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只要还有人记得他的好, 那么他就永远没有死。